講真的對決來講 可能是一種 解剖話 真的是一種平靜 因為他最後真的很重 把他媽不放下 家人不放下 他都不成功 只要把他媽 真的最後放下了 他才離開了 宇願期29號舉行告別式 高哥又是黃昏 婦女相擁成最美一幕 你兩個字體有看好了嗎 請教 下禮拜一 我們現在去看 看他住的家好不好 宇願期抗癌八年 不幸病逝於台北榮總 享年39歲 于家人22號先後抵達靈堂 透露告別式將在29號舉行 宇願期的朝眠地點 和諸葛亮一樣 懸在基隆永恆稳創園區 一家人選的靈堂照 是宇願期原本為了出道所拍的宣傳照 不料隨後離經離癌 結婚生子 發片夢想最終沒有實現 而願期曾在節目上演唱爸爸的金曲 又是黃昏 當時婦女相擁的瞬間 憲哥形容是最美的畫面 忽然聽見你的身影 向我這裡飛一般 你的身影 向我這裡飛一般 你的身影 向我這裡飛 八 哦 這個是我大概這一年裡面 聽過最油的一種唱 我說你們爸爸唱歌 你真的是他生的 對 對不對 有一點傳承 各位 這個是機器給分 而不是我們人為能夠左右的 到底會是幾分呢 七十四分 恭喜獲勝的是 余怨琪 哎呦 你身得OK啦 表現得很高 全世界最美的畫面 就爸爸抱你了 那時候他想出道 想要去唱歌 很喜歡唱歌這樣 他很高興 看起來又很過過 所以我就挑了這一張 他就可以跟我們談談 那個奇奇度的 你也能力氣的嗎 他其實 今天先不要講好不好 今天先不要講好不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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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二姐最後跟我講的是 主要是說叫我幫他照顧兩個小孩 照顧把他媽 然後 他很對不起把他媽 其實他最後兩天在醫院的時候 我都有去陪他 其實二姐已經那時候都 沒有什麼意思 他要走的前一天晚上 他握了我的手兩個小時 講真的對姐來講 總是一種 解剖吧 真的是一種 因為他最後真的很重 把他媽不放下 家人不放下來 他都五成五成 只要把他媽 真的很最後 放下了 他來 他可以 來 你家人中 常常都 對啊 你知道 你都沒有吃啊 不要擔心爸爸 因為他回家 有回家涼血啊 好像快兩百 前一陣子 生以來中風 是滿擔心爸爸的身體 天下父母心 這個其實怎麼安慰都沒有用 痛還是很痛 對美好的仗 他已經打過了 他去當天使了 他很勇敢 真的 他很勇敢 他已經夠棒了 好